昨天在新北市的戏址這邊 發生了人倫悲劇 37歲的兒子和62歲的爸爸起爭執 兒子竟然是拿起了大狼頭 重擊父親頭部 道成父親是當場不治 不過這個兒子因為領有重大傷病卡 而這個家庭本來就是高風險家庭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這起人倫悲劇還在調查 嚇得怎麼那麼狠啊 沉默不語 腳步滿山 戲指傳出重大的家庭悲劇 37歲嫌犯疑似跟父親爭吵後 拿狼頭重擊老父的右後腦致死 警方趕到現場老父親已經回天乏術 警方進入現場之後發現 死者頭部外傷 倒臥血波之中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據當地里長透露晚間6點左右 嫌犯和父親發生嚴重的爭執 嫌犯小學三年級的女兒 還嚇到趕緊跑到樓上找老師幫忙 沒想到吵架聲音越來越大 鄰居緊急報警 7點15分警方火同里長以及消防隊 來到現場時 屋內就只剩嫌犯一人前來開門 而父親早已躺倒在客廳地上 他跟爸爸感情是沒有說很好 常常跟爸爸媽媽吵架 閒犯的四舊一聽到消息 立刻趕到現場 而嫌犯弟弟也從南港趕來 陪同警方回警局調查 命案現場高度戒備 見識人員進進出出 據了解 嫌犯領有重大傷病卡 患有思覺失調症 也讓這起子殺父的命案更天宜云 記者林鑫的孫培俊 新北市採訪報導